石药署也表示因为业者提不出来源等证明文件 已经要求双方公司鸭血等相关产品全面强制下架 回收销毁 包括了知名的顶王跟千叶火锅也沦陷了 次要用的鸡血混在使用鸭血 目前知道包括了顶王、老四川、千叶、吴老锅、阿关等知名连锁火锅店都遭殃 而受害餐厅业者将讨论是不是要对供应商来提出损害赔偿 至于北市卫生局表示 张佩和石药署要求相关下游业者下架处理